我要特別說一位余文森律師 那我大概今年上半年 我跟他見個面 而且去他家這樣子 我還跟他拍了一個訪談的影片 是他太太在許願幫我長進的 他這個人在訪問他之前 已經被關過兩次了 因為709大抓捕 還有幫其他律師做編護這樣子 就得罪了中共的權貴 就把他抓進去還虐待 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右手已經不能用了 他是律師喔 他被刑囚 然後用手銬把他靠到老虎椅上面 三個公關一直拉一直拉 拉到他整個手廢掉 那個小腸還散氣這樣子 我錄完他過了一段時間 因為德國的外交部長到北京訪問 特別指名要見余文森 因為他得了好幾個歐洲的人權獎 好像也有得德國頒發的人權獎這樣子 要約見他 沒想到他和許願他太太兩個人 盛裝要付費的時候 在地鐵站右被抓了 第三次被抓 到現在都沒消息 後來聽說消息是又給他一個獎 山洞顛覆國家最獎 兩個夫婦都有這樣子 我覺得中共很好笑 他就是一方面在這個政策 在宣傳上說 我們外資趕快來 但是一方面又在打壓外資 又反見你也反而亂抓 現在誰敢去啊 其實我覺得像台灣內部有一個 不管你叫台灣還是中華民國 反正你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就是台獨啊 沒錯啊 我有一個上海的兄弟啊 他是大陸人啊 他就在他車窗前面擺了一副 前天本是滿地紅的偉大旗幟 果然沒多久就被舉報台獨 然後就被喝茶了 最後順利被放出來 你知道他怎麼講 因為他會講他怎麼講 我為什麼會放這面騎士 因為我看了電影八百 覺得非常崇拜這一面抗日神奇 後來光完好 但也沒辦法反駁 就把他放了 反駁他就辱化了 我覺得我這個經歷啊 我想把他苦難換成養分 大家因為我的這個例子 相信對半就是獨裁國家 不是民主自由國家 他是獨裁國家 所以大家以後過去的時候 一定要很小心啦 手機一定要帶空機這樣子 不要像我一樣 但是一堆有的沒的這樣 完全沒有防備 可是如果他想搞你好像都有理由 都有辦法 比如說有一個那個三溪礦主啊 對反正那邊都很多很多人在搞煤礦 三溪大同那邊 三溪也有這樣子 他身家有一百億人民幣這樣 黨和國家為了割他韭菜 就說他色黑色惡 那幫眾怎麼弄出來 比如說有一個年輕人 跟他吃一吃飯啊 好像是想面試 結果就變成他的幫眾了 什麼鬼啊 他被判死款色黑色惡 沒收全部財產一百億 對嘛所以我就想說 有些田工的台灣人過去說 我沒有被割啊 你規模不夠大 還沒有被割 沒關係啦 你那個其實很簡單 你的資產還不到兩千萬人民幣 你還算安全 超過兩千萬你就要小心一點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 曾經被中共拘捕兩年之久的 李孟居李先生 大家好八九好 色途日期各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孟居 終於回到我們自由的土地 呼吸自由的空氣 開心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啊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採訪一下李先生 在被囚禁的這兩年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還有中共監獄的一些黑幕 大概前一個月有一個來自台中的小張 他跟我年紀差不多 他是很愛中共中國人那一種人 是是 因為從小父母是眷村家庭長大這樣戴的 2022年的時候他在上海 那個時候正值封城 然後他就覺得 嗯中國應該可以跟台灣一樣是民主自由的 所以他就上網開始批判 罵偉大的聖上 是 結果他被公安抓了兩次 最後一次是近精神病人 這樣的故事我在中國境內 尤其在封城的時間 聽到更多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上海人這樣子 他就幫大家寫了一封公開信 就是批評李強的封城的一個措施 希望李強能夠考慮一下上海民眾的一些生計 到動了一個廁所革命 就在廁所裡面寫一些標語啊 表達一下上海市民的一些興盛 結果就被抓了 就是去年三夜被抓了 然後就到現在音訊全無被 大家都是被關在同一間是不是 不一樣 我在廣東了 他在上海這樣 就是你在廣東監獄 你怎麼會知道說他在上海 我那時候已經出來的 就是我是2021年7月底的時候被放出來 他們中共因為給我怎麼剝奪政治權利 用這個理由限制我出境 所以這兩年其實他懶得管我 因為他要監控一個人 他需要花經費 他也知道我就是個路人 他不願意花經費在我身上 就讓我自由跑這樣 結果反而因為這兩年的時間 我搞清楚中國的一些人權問題 那時候剛好是疫情時期間嘛 親身經歷了一些疫情的一些 很誇張很負面的一些事情 這些事情很多消息都是被中共封鎖 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然後我是親身經歷 那也聽到很多中國公民跟我分享這樣子 那我看網路上的版本說是 因為你19年去香港 繁松中那個事情 然後你去深圳出差被抓 對其實我那天還是一個 很臨時的狀況下安排這個 差旅的 我那時候是在足科醫家科技公司 擔任董事長特助的職務 對 我們公司在深圳有個業務辦公室 我的業務監理寄個10台樣品給我 結果他跟我說裡面有 理電池順風快遞不接受這個包裹 所以我想一想 剛好那時候可能是反送中吧 機票是平常人一半還不到 那天晚上就買了機票 第二天我就出發了 然後沒想到才 就安排兩天就這樣出事了 為了10顆理電池 你去那邊是你本來就被盯上 還是他隨機抽查 我覺得是隨機抽查 主要是這個東西啦 我很機婆那個時候 行李裡面 塞了5張這個香港雕卡 我這個卡片是因為我 我出發前一段時間有一個 我姓黃的一個友人 介紹一個博方文創 現在改成戴華國際 的蔡先生夫婦給我認識 他們的公司的作品嘛 他就說 免費措權給我去分享這樣子 他這麼一句話我就 做了這個卡片這樣子 那也就是過海關的時候 不然要回家 香港機航要回家 因為發現這幾張卡片 就把我給抓了 他就是說 你手機我要看一下這樣 他是先檢查我的行李啦 這樣子 那我其實手機是最後 我那時候已經有警覺性 因為在出發前網路上 就有說過海關會檢查手機 上面就會印著 愛和平包容溝通的小卡片 其實我那個時候 是要送給長榮空服員的 只是帶一個背包過去而已 兩天而已 之前還去過日本、韓國 都沒問題啊 到中國到香港竟然出問題了 那我也不是第一次到中國啊 連長榮空服員卡片 都被他們認為是 反送中的吳云軒卡片這樣子 我是8月20號中午 在海關被抓了 對 就創始展開我1475天的 減肥之旅 可是我覺得就是 蠻奇怪 因為我其實也接觸過 很多很多中國維權的人 跟我聯絡 中共的標準很不一樣 那有些人可能 比較激進 他可能就訓誡你 或是寫個回過書 你就可以走了 那有的他想針對你的話 他想把你弄進監獄都可以 所以這個很誇張啊 這個在胡文時代 肯定不會抓我嘛 我在胡文時代 曾經在大陸工作過一兩年的時間 胡文時代在課堂上都可以批評毛病 那時候我在路上 罵共產黨都沒事啊 對 對沒錯 那個時候確實言論 比較自由一些 後來才發現是 就是那個人上台之後 結果就不一樣了 真的 我在牆內每天都想要買這個 可是又怕被抓一次 就不敢買了 你可能現在還不能回來 共海關現在可能五年起跳吧 我有遇到一個中國網友 他是學生 然後他被核查 他就是在網路上罵細胞子 就是訓誡 因為他還是學生嘛 訓誡協會我就走 然後那個警察之後就跟他說 你還蠻懂的嘛 你知道什麼是細胞子 就是我發現其實 他們體制內的人 好像很多都是明白一些事情 其實學生都很明白 因為很多學生會翻牆 但不能跟公安講喔 我也知道很多 大陸年輕人在哪裡躺平 躺平的方式這樣 我就出來趁了這兩年 跑了105個城市嘛 也交了很多中國的好朋友 一般民眾也有 又有維權人士 又有民主人士這些 可能大家覺得有點敏感的人物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他們一點都不敏感 他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敏感是官方黨啊 像是我聽到很多這個 709律師嘛 又很多 尤其是在北京地區 就是特別節日會被帶出去旅遊 是的 好像大使館附近 就是禁止進入了一些地方 敏感區域 時不時好像是有那個 黑衣人去跟見他們 我要特別說一位余文森律師 那我大概今年上半年 我跟他見個面 而且去他家這樣子 我還跟他拍了一個訪談的影片 是他太太在許願幫我長進的 他這個人在訪問他之前 已經被關過兩次了 因為709大抓捕 還有幫其他律師做編護這樣子 就得罪了中共的權貴 就把他抓進去 還虐待 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右手已經不能用了 他是律師喔 他被刑囚 然後用手銬把他靠在一個老虎椅上面 三個公關一直拉一直拉 拉到他整個手廢掉 那個小長海散氣這樣子 我錄完他過了一段時間 因為德國的外交部長到北京訪問 特別指名要見余文森 因為他得了好幾個歐洲的人權獎 好像也有得德國頒發的人權獎這樣子 約見他 沒想到他和許願他太太兩個人 但是聖裝要付費的時候 在地鐵站右被抓了 第三次被抓 到現在都沒消息 後來聽說消息是 又給他一個獎 山洞顛覆國家最獎 兩個夫婦都有這樣子 就是我發現很多就是 在歐美得過什麼 諾貝爾和平獎人權獎 知道中國就是顛覆國家 為什麼劉小波會得諾貝爾和平獎 他是做好事嘛 對啊 余文森也是一樣嘛 因為這件事情 剛好我有錄了他 絕筆的一段視頻 和最後的一段影片 我可能是最後一個見到他的人 德國電視台有兩個電視台 才過幾天準備飛過來採訪我 肯定是國際事件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的事情 那你就是21年被放出來之後 那他們有去就是 不准你去工作 還是不准你有什麼生活費 或是台灣的錢揮過來給你 基本上把我放出來 最後第一個月有來關心我 有兩個國外來關心我之後 後來他們可能也覺得 我就是一個路人嘛 就是旅客 跟一般台灣人 沒什麼兩樣嘛 就根本他也懶得理我這樣子 那他有知道說你去見的這些 他們認不明白嗎 完全不知道啊 剛開始有點害怕他會不會用電子 黑科技追蹤我 後來我試了很多次 沒有啊 算了 你有去見陳秋實 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這個是秘密耶 他被共產黨抓之後 只要再出來 就完全又變得一個人 他現在被禁言了 因為他有一段時間 就是被軟禁在青島 不能出城市 我剛才是在北京見的 那個時候跟你講 那一天也是很驚心動魄 我們約了一個很公開的麥當勞這樣子 大概有二、三十個人參加他的聚會吧 我去不到半小時警察就來了 我趕快跑 其實是這樣啦 公安和國安、國保他們是不同的單位 互相沒有聯繫 互相是秘密 雖然公安登記我 他也不知道我是誰 只會知道我是台灣人 尤其是現在中共 他過了那個什麼 間諜法還是什麼 反間諜法 反間諜法 之後還要推一個什麼 傷害中華民族的感覺 傷害中華民族 穿什麼西裝衣服啊 穿和服啊 穿上面有什麼中華民國國慶 那個肯定馬上又被抓 那你覺得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 就是那個人的問題 我後來想清楚 那個人他就是紅衛兵嘛 就這樣嘛 他周邊的人也是紅衛兵嘛 他那個歲數也算算 他們那個年代的人 在那個時候都是小紅衛兵嘛 對比如說剛才說的反間諜法 今年三月他們開兩會 有一個他們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叫做周強的 他是第一屆高考進的 西南政法大學的法律系 他在上面竟然講我的名字 台灣世大教授施正平的名字 他有隔壁那個育友叫李亨利 還有一個新疆教育廳廳廳長 叫義烏爾沙烏體 用我們四個人的名字 說我們必須要修什麼反間諜法 這反間諜法就是這樣出來的 我那時候還以為完蛋了 我一輩子出不去了 把我嚇死了 沒想到我還是出來了 你身邊光很多大官是嗎 就是我看守所第一階段 我那個看守所有一半是國安類的 我覺得九成都是冤的啦 以我們角度看九成都是冤的 包括我也覺得我很冤 另外一半經濟類很多就是大官 包括什麼廣東省副省長啊 廣州市委書記啊 深圳副市長啊 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 那些人表面上雖然都是貪污罪 基本上都被判無期徒刑或者釋喚 嚇死人了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 他們都是客家人 這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在侵襲廣東的客家幫 這個就是政治鬥爭啦 就是那個人啊 在中國你要混到廳籍那些的官 什麼書記你一定都得貪污啦 你貪下去了他又有把柄在身上 我隨時可以鬥爭 其實很多地方都這樣 廣東在打客家 其他地方在打其他的族群 都會有啊 像最近什麼外交部長 國防部長 接連失連 那你在 你在獄中的生活有什麼 特別之處 裡面就是 生活非常的單調 在牢裡面你能幹嘛 那個人生突然中斷了這樣子 你就會一直往回想 我會回想到一段話 為什麼會出事 我都沒搞清楚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我的小學老師跟我講過一段話 為什麼他們要來台灣 他是外省期的這樣子 因為中共他就是有罪認定 就算他隨便抓一個路人 都可以有辦法把他辦出罪名來 對啊沒錯 我覺得就是我啊 我就是個路人啊 那獄中的生活就很單調啊 吃的也很差 所以我才瘦了20公斤這樣 他有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是把我帶到一個小旅館房間 叫指定場所監視居度 就是要把一個沒罪路人 搞成有罪的一個過程 第二個就是到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待了一年五個多月 那麼久 他就是等待審判 那段時間是最難熬的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恢復自由 那生活也很單調 也不可以這樣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但唯一的樂趣就是 你至少有一個或兩個室友可以聊天 那其他中國公民是這樣 一間大概20個人 50個人都有 他們會互歐你知道嗎 好可怕 我比較幸運 我被他們特別保護出來 就一個寓友 不敢打我這樣子 而且還是研究生 因為你是台灣人 對 台灣人和外國人 我覺得他們會特別優待 因為他知道我們出來做一定 這麼自由 肯定要講的啊 肯定要詭教一下 第三個階段就是判完刑 你確定你的刑期就要到監獄 監獄就是一個大工廠 像李明哲他不是做什麼皮包 我那個監獄是做電子產品的 東於知道 為什麼Made in China 價格這麼有競爭力了 都是免費勞工啊 扣個帽子 你就可以進去工作了 免費 免費 党和國家照顧你 那不會給你薪水這樣 我覺得那外面 那時候可能又有人聲援我 所以他們不敢動我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是有人聲援你 因為像之前那個 台中那個小章 我剛剛前面跟你提到 他第二次進公安局的時候 他被強迫三天 然後不能睡覺 兩天不能吃東西 喔 台灣人也這樣啊 對 然後他還被吊起來 我覺得應該就是有人聲援我 我現在就是 有人會問我到底是要高調低調好 我現在結論也是高調絕對比低調好 台中小章他以前跟那個 什麼王秉忠都很好拍過節目 我有看他以前的節目被抓之前 他講話口條都很正常 他跟我做節目之後 他講話都解霸 然後有時候會語無倫恥 講到一半還會哭 我那時候有時候我出來有PTSD 我在回台灣之前都有 我現在已經好了 那他怎麼會同意你 那個時候是這樣 就是他有判刑這樣子 中國共產黨不是一直在節目上 一直在公開說 中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嗎 我覺得他的法治就是這樣 他判你多久 發現我是台灣的外國的 我們還是要遵守一下我們的法律 還是要遵守 其實他意圖不遵守 他說我間諜好不好 我已經搞清楚他在想什麼 完全知道他們大概在想什麼 他可能會想到我回來的時候 剛好要台灣總統大學 我早就想到了 我就說不會 我會先去日本 躲開這段時間 我不會接受任何採訪 我會躲起來 他們給我多少錢 幾千萬我也不會接受採訪 我這樣跟他講 結果他都相信了 本來他是不相信 我覺得那個過程 他可能是一個基層的國安 來問我跟我談話 他可能一層一層上報 上報之後 把筆錄給最上面看 可能他相信了 就決定判我走了 我是到刑滿前三天 他們才通知我 我可以走了 我那時候還半信半疑 真的 就打個電話 傳個簡訊 所以如果沒有這通電話 跟簡訊 你到機場就會被擋下了 對有可能是這樣 那他護照有把你扣走嗎 護照沒有跟我扣走 那你在中國 因為你見了那麼多的 那些要上訪 或是回權的人 你還有遇過什麼 你覺得想要分享 就是很奇葩 比如說 我覺得他們 有時候羅智人入罪 會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比如說他在問訊我的時候 常常會打出一些我沒有講的話 比如說我去香港 其實我就去香港湊熱鬧 湊熱二三十分鐘 他就說蔡英文派我來 怎麼樣 我說我沒講過這句話 我幹嘛 像去年的白紙運動 那個時候好多人被抓 就是公安就拿一份 空的認罪書給你簽 然後你簽完之後他自己寫罪 對啊 真的有 我記得是去年11月底的時候 我在廈門看到有3個小女孩 大概感覺15、16歲 就拿著三張白紙舉在街上 廈門也有 廈門也有 然後大概10分鐘後公安就趕來了 壓倒在地上拖進警車把我嚇死 這樣要壓倒 對啊 就抓了 就舉張白紙就被抓了 我有看到你 上央視的那一段才會發 我看得出來你的臉就是很明顯 因為中共它有一個那個 認罪認罰的制度 只要你認罪 當事人認罪的話 法官就可以判檢察官的 建議量情最低的那個部分 比如說我已經算親了啦 真的 就是他的建議量情是 一年四個月到一年四個月 我認罪認罰的話 他就可以判我一年四個月 但如果我不認罪 不認罪認罰 他就可以推判這個東西 我那個罪 最重是可以判五年的 然後他那時候認罪認罰 為什麼會看到我這個樣子 快死的樣子 他那時候一進來就開始拍桌子 連續拍好多次這樣 他說你今天對你來說非常重要 你的認罪的態度 如果夠誠意夠好的話 我們北京的領導 他可以決定你的刑期 可以讓你判最低 如果你不遵守的話 你看你的手機記錄 你的電腦記錄 我再召你一個台獨的罪名 起碼十年起跳 所以我就這樣子 我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這裡面還有看到 有什麼台灣人被抓 在監獄有聽到一個 在我隔壁間區 但我們也見過他 有一位先生 他進去的時候是這樣高挺的 後來關了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李登輝實在就被弄進去了 台灣人啊 到現在垂垂老怡 貝羅佗了 他那應該是被判死犯 死犯 至少23年還是24年才能出去這樣 你知道這個時候 小粉紅他們會說什麼嗎 這麼多人 怎麼都抓你一個啊 沒有 他會說 你看像你出獄啦 還有其他人出獄啦 代表咱們中共啊 還是很自由民主人 不然你不可能回台灣 中國是民主 感謝黨和國家 尊重自己的法律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那邊的工作 或是薪資啊 就一般人的條件 我覺得是這樣的啊 那他不是一直吹牛說 這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我根本覺得他是吹牛的 我走了很多省份 一百零五個城市 我覺得他們人均就是 三千人民幣左右 北上廣深雖然好一點 但上海的計程車司機 也跟我說到一個月就 三千四千人民幣啊 那華中省份不用說 就是三千 那個城市叫武漢嘛 就是三千嘛 我強烈懷疑COVID-19就是 裡面的保安或清潔人員 他越新越只有三千 甚至兩千多而已 就搞一個兼職的工作去 看到裡面有什麼可愛小動物 都帶出去 因為我其實我舅舅以前 我舅舅已經掛了 他之前是在蘇州當台商 我一七年有去上海 然後浙江湖那邊嘛 經濟很好 過去就是月入過萬以上 然後我那個時候 一下飛機我就看上海 哇高樓大廈 確實感覺有一種 很厲害的感覺 對我記得當年那個曹東也說過 太震撼了看到上海 對 然後我有去走那個上海 或是蘇州的那些小巷 然後裡面有貼那個招工廣告 或是什麼奶茶店衣服店 我說薪水兩千五三千五四千五 我說這能活嗎 因為上海的物價也不便宜 沒錯啊 對啊 現在更低了 現在越港澳大灣區 現在有低到一小時九塊人民幣 我去那個雲南大里 大里是個古城嘛 對 很多年輕人就在那邊 用寄居的方式 因為他們會租一個共居房 這樣大家擠在一起 算一算 或者是慶年旅館這樣 沒有到四五十人這麼多 他們那種還稍微有點品質這樣子 對 反正再算一算一天 生活費大概就幾十塊人民幣 那他們晚上的時候就在那邊 因為遊客很多嘛 就在那邊擺攤 有的就拿出一塊布巾 敬了一些啤酒 邀喝大家 遊客來喝酒來喝酒啊 或者是擺一些 他們自己流浪寫的一些書啊 或者是塔羅牌這些東西 塔羅牌其實是灰色地帶啦 如果他要搞他這個就 散佈封建迷信罪 有這個風險 對對對 那跟那個深圳的山河大城 感覺差不多 就是中國年輕人現在躺平的方式 現在進行是 因為你二一年就放出來 所以你有經歷過封城 是的 那封城最誇張你有看過 我有一種 懷念台北的一種方式 懷念我家鄉方式 比如說我想去吃 想到芒果冰的時候 我就跑去浙江永康 結果發現永康真的有一家芒果冰店 那我想到成德路 成德路一段到七段 好大一條喔 我就搭飛機去成德 發現成德是一個小山城很漂亮 那一次我去成德的時候 本來只想待五天 沒想到第四天就碰到封城了 理由是有一個陽性病人 經過市區一個小時 他馬上宣布全程封閉 所以連縣城都封了這樣 結果連續封了兩個禮拜 夭壽喔 兩個禮拜後還不打勤 我想說反正都已經封了 我就繼續去玩我了 那邊有避暑山莊嘛 我去的時候只有一個人太棒了 狂加圓林耶 結果沒想到樂極深悲 第三天就又封一次 這次又封一個禮拜 所以我整整待了快一個月 幾乎一個月才出去 我就是很納悶是中國人 一直遭受這樣的苦難 反抗真的都沒有用 他們也知道不對 可是沒辦法反抗啊 那你有碰過體制內的人 官也好或者是書記什麼也好 你有遇過他們其實是有 可能比較正常的普世價值 只是不得以他為了這個工作 有啊有啊 比如說我第一任的育友 他是廣東一個監獄的典獄長 真的是超諷刺人啊 什麼鬼啊 你知道他怎麼進去 他就是那個監獄裡面強迫勞動 剛才我提到嘛 強迫勞動 他就跟廠商勾結 拿了一些強迫勞動利益進去 他就說再這樣搞下去 那個壓力鍋中午天會爆炸的 橡皮筋奔得再緊 中午天會斷掉了 他們也知道不對啊 為什麼他還可以維持 因為有利益 讓他們運轉這樣 可是現在經濟那麼差 很多地方公務員的薪水 都漸漸發不出來 我聽到比較誇張的是 河南西邊啊 有好幾個縣的縣長 已經超過一年多領不到薪水了 為什麼他們這樣還可以過貨 因為他們吃的東西 每天給他們吃東西都很好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靠吃東西 沒薪水沒關係 還可以繼續撐著這樣 因為前幾天天津自家市 很多國家營運的公車 已經發不出薪水了 我記得我是22年年初 直接去過一趟天津 高鐵在一下去的時候 把我嚇壞了 我要搭計程車就一眼望去 哇超過一千台 全部載不到客人 天津現在很慘很慘 搭載我的計程車司機 一直罵他們的市長 做得多爛啊 結果一個月之後就來一個消息 天津市長某某某 因病急救無效 不幸生活 或一個月而已 那個就是被處理掉了 對 如果我來當市長 我覺得天津這個省事太好管了 它有八個國家曾經租界 各個國家文化都有 每個國家搞一個 比如說這個月是美國節 下個月義大利節 再下個月法國節 我覺得中共很好笑 它就是一方面在這個政策 在宣傳上說 我們外資趕快來 但是一方面又在打壓外資 又反見你也反而亂抓 現在誰敢去啊 其實我覺得像台灣內部有一個 不管你叫台灣還是中華民國 反正你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就是台獨啊 沒錯啊 我有一個上海的兄弟啊 他是大陸人啊 他就在他車窗前面擺了一副 今天本來是滿替紅的偉大旗幟 果然沒多久就被舉報台獨 然後就被喝茶了 或是說順利被放出來 你知道他怎麼 因為他會講他怎麼講 我為什麼會放這面騎士 因為我看了電影八百 覺得非常崇拜這一面抗日神奇 後來公開好像也沒辦法 反駁就把他放了 反駁他就辱化了 最後我們還做了一個口罩 我們看我出關的時候 BBC我拍了這個口罩 就是他做給我的 說你一定要帶上去 你出去一定要帶上去 帶著給海關看嗎 我是過了海關之後就蓋上去 檢查完護照 我就開始不管他了 我以為你在海關面 在北京 被北京競技場都開始帶了 我舉一個王全璋 我這樣講會不會害到他 反正他家 樓下已經有十個 國寶在盯他了這樣子 對啊 然後上禮拜 有些朋友想找他出來玩 國寶不讓他出門 整個被軟禁 他已經被關五年了 然後已經放出來 好像也快五年了 還這樣子 這是要軟禁他一輩子嗎 搞什麼 我覺得很多台灣人 都無法自信覺得 李大哥在講天方夜談 但因為我做中國頻道也三年 這確實就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然後我在網路上也看到很多什麼 美國政府獨裁 台灣政府獨裁 不好意思這個才是吧 都已經放出來了 還要搞一堆人去盯著他 這樣子 那些人都要錢了 這燒誰的錢啊真是 百姓的錢 然後來監視自己 不去扶貧 你怎麼不去救水災 他已經說了 中國全面脫貧 脫貧不需要 不需要檔案國家的錢 他說每個月333塊人民幣 就是脫貧 這樣多少台幣 1300、1400台幣 這個標準好高喔 那有什麼話想對台灣的朋友說嗎 我覺得我這個經歷啊 我想把它苦難化成養分 大家因為我的這個例子 相信對方就是獨裁國家 不是民主自由國家 他是獨裁國家 所以大家以後過去的時候 一定要很小心 手機一定要帶空機這樣子 不要像我一樣 但是一堆有的沒的這樣 完全沒有防備 可是如果他想搞你 好像都有理由齁 都有辦法 比如說有一個那個3C礦主啊 對反正那邊都很多很多人在搞煤礦啦 山西大同那邊 陝西也有這樣子 他身家有100億人民幣這樣 黨和國家為了割他韭菜 就說他色黑色惡 那幫眾怎麼弄出來 比如說有一個年輕人 跟他吃一吃飯啊 好像是想面試 就變成他的幫眾了 什麼鬼啊 他被判死款 色黑色惡 沒收全部財產100億 對嘛所以我就想說 有些舔工的台灣人過去 說我沒有被割啊怎麼樣 你規模不夠大 還沒有被割 你那個其實很簡單 你的資產還不到2000萬人民幣 你還算安全 超過2000萬你就要小心一點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李大哥跟我們分享 這些奇妙神奇的國度的故事 對大家好好珍惜自己 早上的這一塊自由的土地 對 珍惜自己呼吸自由的空氣 一窒息 你後悔就來不及了 看清楚現在世界的局勢 我覺得這世界上誰都可以得罪 不要得罪美國老大哥 不要再污蔑他了 沒錯沒錯 對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希望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再見啦 掰掰